花莲刺激医院关心 七六行者修复师屡在修复罹难大体中 不小心被挣扎或者是被剥离砸入 急诊室团队在八后上午 演造花莲实力殡仪馆 为受伤者来包扎注射破伤风疫苗 也带给了抗生素 还抽血带回感染科 院长室医务秘书李懿指出 将为这群默默付出爱信的大体修复师 建立健康档案 因为有七六团队修复师 在修复罹难大体过程被大增扎伤 花莲词院急诊室医师和副护理长 立即前往病医馆 为伤者进行伤口处理并包扎 并施打破伤风疫苗 给抗生素投药 抽血带回 由感染科进行后续追踪 李懿医师指出 之后又有多位七六行者 有的被增扎伤 有的被骨头划伤 急诊团队也给予妥善的意志 我们连打针都 真心都不想要去看了 所以你看你们就是不注重心健康 我跟你讲 在医院里 在医院里 我觉得很难 他手洗一洗就好了 我们连被打或挟导 我们也都不管 不行不行不行 那没关系吗 不然因为也都看不太到了 没有乱讲 除了为七六行者抽血检验 建立健康档案之外 在身心灵的抚慰上 花莲词苑 注点在殡仪馆的 慈禧基金会服务中心 安心服务站的身心科医师 中医师 也都提供他们最及时的照护 且待修复离难大体的工作完成后 花莲词苑也将规划团体讲座等辅导课程 希望对这一群爱心人士的身心有所帮助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等一车 烤好 9 4 6 7